欢迎大家收看天下文章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白宫极其严肃地对待伊朗支持的对伊拉克美军基地的攻击 习近平为中国社会主义金融指名方向股市暴跌 俄战乌克兰城市市交易市场遭炮击 官员称25人丧生 20多人受伤 联合国秘书长谴责以色列在加沙造成平民令人心碎的死亡 河南当局开始调查13名学生死于宿舍火灾人因 请大家收看 白宫极其严肃地对待伊朗支持的对伊拉克美军基地的攻击 美国之音中文网 白宫星期天说 美国极其严肃地对待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 周末对伊拉克一个美军基地发动的攻击 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乔恩·费纳·John Feiner 星期天在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中说 这是一次非常严重的攻击 使用一枚弹道导弹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费纳并说 我们将回应 在这些局势中建立威慑 并追究继续攻击我们的组织的责任 美军说 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星期六晚间 向伊拉克西部阿萨德空军基地 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和火箭 导致一名伊拉克人和可能的美国人伤亡 五角大楼说 大部分向这个基地发射的飞行物都被防空系统满解 使用弹道导弹显示攻击的升级 过去的攻击都使用较低科技的火箭和无人机 费纳说你可以相信我们对此极为严肃的对待 10月中旬以来 驻伊拉克大约2500名美军和驻叙利亚的900名美军遭到几十次攻击 他们与其他联军部署在当地打击伊斯兰国的圣战分子 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声称对包括星期六攻击在内的大部分攻击负责 这是一个与伊朗有关的武装团体的松散联盟 反对美国在加沙冲突中支持以色列 叙利亚 黎巴嫩 伊拉克和也门遭到更多的导弹攻击 让更多人担心加沙战争在中东地区扩大 由伊朗及其盟友同以色列和美国进行对抗 伊朗说 以色列星期六对大马士革移动房屋发动导弹攻击 打死五名革命卫队指挥官 黎巴嫩安全消息人士说 以色列的一次攻击打死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一名成员 以色列没有评论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了路透社 美联社和法新社的报道 习近平为中国社会主义金融指明方向股市暴跌 RFI法广 本周可为习近平政权集体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的一周 16号 中共党总书记习近平在省部级领导干部 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称中国金融与西方金融有本质不同 并为中国社会主义金融发展指明方向 18号 中国总理李强在达沃斯论坛宣布 去年中国GDP增长高达5.2% 依然保持全球领先优势 结果股市连续数天暴跌 18号更跌破2800点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习近平执政11年 股市从曾经的5100点以上直线跌落到2800点以下 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执政8年 台湾股市从马英九卸任时的8100点 飙升到当下的18000点 一个社会主义股市 一个资本主义股市 数好数坏一目了然 网友at大伟发帖说 股市不出意外地击穿了2880点 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一个国家把股市搞成全世界最差最悲催的融资市场 有想过全国亿万股民的福祉吗 放眼世界有谁家的股市是这个样子 印度美国就不说了 俄罗斯打仗也没有这个跌法 日本钢地震又是核电站出事 但日经ETF连续大涨 没有能力搞不好 就赶紧把这害人的市场关闭了吧 今天又有一个老股友出局了 真的是赶贷万千 原来的十倍牛人 未来的工厂保安 不知道还能不能翻身 时也命也 网友at蔡慎坤发帖说 今天中港股市七七下跌 应该是对谎言治国最好的一种选泄 李强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吹嘘说 中国历来言必信 行必果 是重信首诺的国家 我们始终以最大的诚意 付出最大的努力 以实实在在的成果 向世人证明 中国是最值得信任的 众所周知 一国两制50年不变 就没有遵守承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 对外资开放也没有遵守承诺 甚至连联合国公认的公民基本权利 都没有得到尊重和保障 竟敢吹嘘 中国是最值得信任的 更不可思议的是 李强吹嘘去年中国GDP增长高达5.2% 依然保持全球领先优势 然而傻瓜都知道 2023年中国经济一片哀嚎 房地产企业纷纷爆雷 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 都在急速下降 连税收和居民收入也不例外 其连失业率都不敢再公布 不知道GDP增长5.2%是怎么算的 又是谁定的调子 如果一个国务院总理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 想靠谎言度过危机 那么最终只能是自欺欺人自善而光 网友Ad财经真相发帖说 既然GDP高达5.2% 为何还要继续推出1万亿 既然经济还不错 为何银行还在降息 美国经济2023年也就3% 反而连续加息 欧洲经济0%增长 反而继续维持高利率 能不能把舌头捋直了 再撒谎好吗 网友Ad中日政经评论发帖说 全中国唯一一个 胆于不听党中央号召 经常当着全国人民的面 打党中央的脸的 除了大A股 还有哪个 网友AdHaley发帖说 这几天看到几次 钢琴降价了 要不要搞一台呢 回去弹奏经济光明曲 网友Ad阳光普照发帖说 畅想经济光明论 就是亩产万机时代的来临 所以把投资人都吓得不轻 网友Ad振飞王国君发帖说 经济能唱好 70年代就敢英超美了 网友Ad一美土著发帖说 大家都在骂大A真烂 是个骗局 是个割非菜的地方 虽然我也被深深地套牢 但是我还是想给大A点个赞 在所有人默不作声的时候 只有大A敢于无情的 无声的狠狠打脸这粉饰的太平 资本不说谎 更不会舔 网友Ad Thomas Lin Lee发帖说 巴菲特说 股市是一个投票机 说到了问题的核心 因为股市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 和企业制度同时发挥作用的场所 是一个国家这两种制度表现的综合反应 人类现代民主文明发展的核心 就是按选民人数进行票据 形成以国会为中心的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 现代公司治理的核心则是按资本比例进行跳绝 形成以董会为中心的分权制衡的企业制度 金融市场是现代民主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 共同发挥作用的场所 所以最好的股市是民主制度下 规范治理的现代企业集中进行交易的市场 最差的股市则是在专制独裁制度下 治理糟糕甚至完全违反现代企业治理原则的企业 集中进行交易的市场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股市蒸蒸日上 而中国股市跌跌不休的根本原因 网友at三声换向发帖说 股市就是世道人心 俄战乌克兰城市市交易市场遭炮击 官员称25人丧生 20多人受伤 美国之音中文网 乌克兰东部遭俄罗斯占领的顿涅茨克市交 一个市场星期天121日遭到炮击 导致至少25人丧生 20多人受伤 由俄罗斯安插的所谓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元首 丹尼斯 普希林 Dennis Pushlin表示 事发地点是顿涅茨克市交的特克斯蒂尔西齐克 受伤人员中包括两名儿童 普希林声称 炮弹是由乌克兰部队发射的 半岛电视台引述普希林的话说 击中市场的分别是155毫米和152毫米口径的炮弹 而且炮弹是从西边的库拉霍维斯和克拉斯诺霍里夫卡的方向发射过来的 基辅当局这些恐怖袭击清楚表明他们缺乏通过外交途径实现和平解决这场冲突的政治意愿 半岛电视台引述俄罗斯外交部的一份声明说 美联社在报道中说 基辅尚未对此事发表评论 而普希林的说法也无法进行独立证实 普希林表示 救援机构仍然在炮弹爆炸的现场进行搜救工作 稍早的星期天凌晨 俄罗斯位于波罗的海的商业港口乌斯基卢加港一个化学品运输码头发生接连两次爆炸之后引发大火 该码头属于俄罗斯最大液化天然气生产商诺瓦泰克公司 该公司利用这个码头将加工好的能源产品运往国际市场 乌斯基卢加港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西南约165公里处 诺瓦泰克公司在给俄罗斯媒体RBC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码头的大火是外部影响造成 而且公司已经暂停在该码头的运作 码头所在地的列宁格勒州经济谢普区负责人尤里 扎帕纳茨基·尤瑞赛拉斯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大火没有造成人人伤亡 但是当地已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圣彼得堡新闻媒体Fontaka报道说 星期天凌晨有两架无人机被发现朝圣彼得堡的方向飞行 但是无人机随后又改变航向飞往金吉谢普区 不过 俄罗斯国防部在每日举行的记者会上 并未谈及在金吉谢普区的上空有任何无人机活动 俄罗斯国防部说 在俄罗斯斯摩勒斯克州的上空 有四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 此外 在俄罗斯奥利尔州和图拉州的上空 一共有两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 俄罗斯官员此前曾证实 一架乌克兰无人机 星期四在圣彼得堡郊外的上空被击落 基辅当局虽然没有就顿利此刻市郊市场遭到炮击仪式发表评论 但是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表示 俄罗斯列宁格勒州乌斯基卢加港遇袭仪式 是乌克兰国家安全部门展开的一次特别行动 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星期天的报道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使无人机对乌斯基卢加港实施了袭击 袭击引发了大火 迫使当地将人员撤离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表示 乌克兰此次行动的目的是要破坏俄军的燃料运输 联合国秘书长谴责以色列在加沙造成平民令人心碎的死亡 美国之音中文网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 古特雷斯 Antonio Gokteres 星期天1月21日谴责以色列在加沙造成巴勒斯坦平民令人心碎的死亡 强调阻止巴勒斯坦人建国是不可接受的 古特雷斯是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出席77国集团 G77和中国峰会时做上述表示的 以色列军事行动造成的大规模破坏和平民死亡 是在我秘书长任期内前所未有的 路透社引述古特雷斯的话说 这令人心碎 而且绝对不可接受 中东已经成为一个火药桶 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防止冲突扩大到整个地区 古特雷斯还说 哈马斯武装分子去年17日 从加沙对以色列南部发动大规模突然恐怖袭击 导致以色列官方认定的1200人死亡和240人被绑架为人质之后 以色列军方随即对加沙实施猛烈的空袭和地面攻击 试图推翻哈马斯对加沙的统治 并剿灭哈马斯武装分子 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部门星期天表示 以色列对加沙的攻击已经导致超过250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并导致加沙230万居民中绝大多数人流离失所 以哈战争爆发以来 以色列军方曾对平民伤亡表示遗憾 但是指责哈马斯藏身于人口稠密地区 并且利用平民当作人肉盾牌 哈马斯则予以否认 古特雷斯同时还表示 以色列拒绝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两国方案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因为剥夺巴勒斯坦人建国的权力将无限期延长这场 已经对全球和平和安全造成重大威胁的冲突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 Benjamin Netanyahu 星期六似乎在反驳美国总统乔拜登 周拜登 前一天与他通话时 有关围剿哈马斯的战争结束后 巴勒斯坦人建国的建议 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表示 内塔尼亚胡在与拜登通话时 重申了他有关摧毁哈马斯之后 以色列必须保持对加沙的安全控制 以确保加沙再也不会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的政策 而这一政策与巴勒斯坦主权的要求相冲突 以色列拒绝巴勒斯坦人独立建国的说法 也引起英国政府的不满和非常失望 除非你推动两国方案 我实在想不出还能有别的什么方案 英国国防大臣格兰特 沙普斯 Grand Sheps 星期天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表示 巴勒斯坦人应该有一个主权国家 以色列也应该拥有完全的自卫能力 古特雷斯在坎帕拉 除了出席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 还出席了不结盟运动的一场峰会 与会者包括几十个国家的领导人和高级官员 与会国家包括南非 伊朗 中国 土耳其 古巴 印度 越南等 77国集团和中国一共包含134个发展中国家 其中包括推动共同利益的全球南方国家 不结盟运动峰会在星期六会议结束后发表的一份声明中 谴责以色列对加沙地带非法入侵 无差别地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民用目标 以及强迫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 并呼吁实施立即和持续的人道停火 河南当局开始调查13名学生死于宿舍火灾原因 RFI法广 法新社记者在事发地观察到 周日上午该学校周围内外驻扎着数十名警察 现场一名官员向法新社记者表示 内部正在进行调查 没有人可以进入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说 燕山铺村英才学校的火灾是在周五晚上11点向当地消防人员报告的 大约40分钟后被扑灭 据同一消息来人称 13名学童在火灾中丧生 另有一人受伤 法新社说 这个学校一侧的几扇窗户似乎被打破 这是大楼内发生惨剧的唯一迹象 而学校的窗户被金属蓝丹挡住 外墙挂着高高兴兴进学校 开开心心回家去的牌子 据河北日报报道 该学校的一位老师说 遇难者都是9岁和10岁的小学生 周日上午 这个学校旁边的大部分商店都关门了 而在空荡的院子里 一家小诊所空无一人 另据网易消息 对于这起令人痛心的悲剧 有网民问 失火 为啥孩子孩子跑不出来 一名遇难孩子的家长范先生透露 晚上宿舍门和楼道门都锁上了 宿舍外窗被铝合金房或网密封起来 孩子们无法逃生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